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些人认为他应该算是冲锋手枪 他的设计初衷确实是作为一种双用途武器 他既可以像冲锋枪那样双手底肩连发射击 又可以像手枪那样单手护体肩单发射击 他既可以作为近距离战斗中的突击武器 也可以代替手枪作为个人防卫武器 该枪在捷克被警察 安全部队和反恐部队广泛采用 但同样的由于它尺寸小 极易隐藏 而且销声效果极好 因此也被一些恐怖组织所使用 歇视冲锋枪在1950年后期开始研制 其目的是为了非一线战斗部兵单位 提供一种重量轻 但比手枪更有效的个人防卫武器 该枪正式获得采用是在1961年 所以称为1961年式冲锋枪 歇视冲锋枪被配发到杰克斯洛伐克军队中的各种不同单位 以及广泛的出口 该枪定型后很快就取代了杰克斯洛伐克军队中原来配备的M522型7.62毫米手枪 歇视冲锋枪的枪托采用极简设计 由一根钢丝弯折而成 取下枪托十分方便 折叠枪托的打开过程也非常方便 射手只要用手往上一开枪托 枪托便在惯性以及弹簧的作用下 向上翻折 自动展开 折叠枪托打开的动作像极了一只翘起尾巴的蝎子 这也就是这只冲锋枪被称为蝎式的原因 蝎式冲锋枪枪托的作用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 由于枪托不够长 底尖瞄准时并不方便 所以射手更愿意将枪托折叠起来 一只手握着弹侠 一只手撤击 蝎式冲锋枪是杰克斯洛伐克设计的名枪之一 其他还有不如二战前奏大名领领的ZB-26清击枪 以及张学良卫队才用得起的ZH-29半自动步枪 如今已经快60岁的蝎式冲锋枪依然发挥着余热 凭着他小巧的身材带来了便携性和隐蔽性 驰骋在世界轻武器的舞台上 彧雅 彧雅 彷彿 动人 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